主料,面粉500克,主量,酱母,白芝麻,葱一根,食用油,麻辣粉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面粉适量加入酵母,用温水和成面团发酵,发酵完毕后,将面团与柔所抬起,分成50克一个的剂子备用,将分好的面团,逐个整形,静置几分钟备用,静置面团的时候,将葱些葱花, 加入食用油和麻辣粉条圆腌制起来,这幅做法主要是面团太小,如果直接将油和调料放在面上容易放不均匀,将静置后的面团取出,改成长蛇状,去腌制好的葱花放在上面,看匀,从底端往上卷起,螺旋状往下按点,逐个做好后,改成面胚的用,取白芝麻均匀,撒在面胚上,取精水,用手沾精水, 逐个拍打面胚,将芝麻压实在面胚上,免得芝麻脱落,一米小锅放在造具上,最小火,加入少量食用油,将饼放入锅中间,将饼盖至两面金黄即可,烹饪技巧,调调粉中以哈盐粉,不另外加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